大家好,我是大刘 酸菜很多人都爱吃 但每个人的做法也不一样 今天就教你又快有简单的酸菜做法 今天做明天就能吃 酸香味十足,开胃又下饭 做酸菜用芥菜,白菜,青菜都可以 先用水通洗干净洗掉泥土 然后锅里倒入淘米水 加一大勺盐 煮开后将青菜虾枯 烫个5-10秒,烫软后马上捞出来 其实做酸菜没这么复杂 锅里的水也不用放凉 直接倒进去将青菜泡上 再压上一个盘子 盖盖放一个碗上 不用加醋,第二天就能变酸 如果你想要更酸 可以再泡一到两天 出来又酸又脆 酸菜的吃法也很多 最简单的就是炒 先将酸菜清洗干净 再直接切碎 能吃辣的可以切点青红椒 再搭配一点五花肉 热锅冷油将五花肉下锅 慢慢炒至变色,炒出油脂 加拍散的大蒜一起炒香 然后倒入切好的酸菜 大火炒出酸菜的酸香味 调味就是盐,生抽和老抽 继续翻炒入味 再倒入青红椒炒出辣香味 最后来点青蒜苗 炒至断生后即可出锅 酸菜这样做既简单又好吃 家里有吃不完的青菜随时都可以做 酸辣开胃好吃下饭 喜欢的可以试一试 更多家常菜请关注我 每天都是家里的味道